接班问题 检查总长黄世民被扣泄密案 台北地院是在昨天开庭的 那么在历经12小时辩论 全案将会在下个月21号宣判 好 黄世民强调 司法官说案破坏宪政秩序 他面报总统和开记者会揭露 是基于重大公益 并没有犯益 但是检方认为他早就计划 见总统报告 有要曾永夫请辞的内容 并非基于公益犯益明确 好 全案将会在下个月21号宣判 我知道了